大家好歡迎收看 JUST PLAY CHANNEL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如何保養你的骨組 還有更換骨皮 沒錯 那今天我們會來介紹一些 我們在保養過程裡面 會用到的一些工具 跟我們要怎麼樣去更換骨皮 然後它的步驟是怎麼樣 好首先我們的器材介紹 工具箱 這工具箱裡面有很多類似像是螺絲 好再來是我們調音通常會用到裝袋 就是骨皮張力劑 這個骨皮張力劑當你歸零之後 放在上面會有一個數字 可以去對照它裡面表格 在各個種類的爵士骨上面的一個張力 它也有分就是底皮 還有雙層 跟如果你有噴白的骨皮 它的張力 寸數 它都很清楚的寫在這個上面 接下來是骨索 你比較常用的就是類似像這種小骨索 我們這種小的很容易一拿出來 轉完之後放著 下一次你就碰到它 沒有錯了 那另外一種Firefly的骨索 它只有一個方向可以轉動 轉完之後 如果你要反向使用的話 你只要把它倒過來就好 最新的它有出紅色的版本還出來 如果你有電動工具的話 這個轉接頭可以讓你快速的 用電動工具拆一些螺絲 對 然後這個不知道為什麼沒電 我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是會使用這些工具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你把骨皮拆開之後 裡面會有一些螺絲 你會需要去檢查它有沒有鬆脫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保養工具 那清潔組就是有這些骨 爵士骨專用的五金配件 X4E 這個是Crazy Jones 銅把也可以 我們X是骨度的地方 它其實會有亮面的烤漆在上面 你只需要把灰塵擦拆掉 如果你久沒有保養 那你很適合用 配飾像比利豬之類的噴辣 這一些都是日常可以馬上買得到的東西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要更換的骨皮 我們大小骨的部分這一次是要換 Super Cake 1 然後這個是由Aquarium出的 好處是它裡面有一個 的落音圈 讓你的骨皮震動 低中 然後這個是我們蠻喜歡使用的 一張大骨皮 接著我們要使用的小骨皮 是TC系列 基本的噴白骨皮 也是Aquarium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表面可以用骨刷 所以它的聲音聽起來會比較溫暖 通通骨皮會選用 這個是Performance 2的骨皮 它是雙層的骨皮 兩個7 Mile的厚度 也是有弱音環 蠻適合 就是比較Low tune 很適合Metal或者Rock的曲風 我們今天要錄製的 天比較重的音樂嘛 所以我們選用醬的骨皮 那這個底皮 它其實也很適合當打裡面 做底皮 是因為第一個它方便定位跟調音 對 它的厚度剛好非常適合我們今天拿來打Metal 還有比較Rock的音樂 好 那我們接著要來拆卸骨皮 那拆卸骨皮有什麼要注意的 基本上先把 螺絲稍微每一個 對角的方式 慢慢的重拍 因為要避免它 因為張力的不平均 產生了Lock 跳開的一些狀況 這個時候就要用到這個 好 所以你要拆的它是 精配件 沒有錯 剛剛我們所說到的 分距膠 就可以拿來擦拭一些 金屬的 產生零件 好 響線的拆卸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 響線旁邊的這個 開關的螺絲送掉 把響繩拿出來就可以了 好你可以順便檢查一下 像我們這個繩子要斷掉了 響線的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也要換掉 然後你拆卸下來的 好 轉在Lock上面的螺絲 你也要檢查一下 就是它有沒有崩牙 這個螺絲可能也需要更換 順便介紹一下 單向的有什麼好用的地方 就是 當你在轉的時候 你的骨鎖可能是轉完之後 你的手還要再回來再轉一次 可是這個不用 注意看 它只要這樣子一直把它轉開就可以 它就裝掉了 所以 你可以每一個 都這樣做 這塊是不是一種餅乾 這塊是一個 對 是一個餅乾 50塊 好像很好吃的 50塊一袋的那種 50塊一袋的那種 骨框你拿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到處都是灰塵 所以 當你要更換骨皮的時候 你把你的骨皮 倒過來 然後 你可以把灰塵 就直接拍在這上面 再來我們檢查一下 就是 骨度裡面 那些螺絲有沒有鬆開 還要 一邊 一邊 四邊 五邊 五邊 四邊 五邊 五邊 四邊 五邊 好 好的 走走 再丟 好 那我們在基本的調音之前呢 我先教各位怎麼樣 將骨皮的張力 做得稍微有點平均 你的骨皮跟你的骨框 它在銜接的時候 中間會有一個空隙 當你骨框 壓下去的時候 你的骨皮跟骨框 不一定是密合的 所以 在你肩上一定的鬆緊度的時候 對它施以CPR 像這樣子 順便把骨皮的張力給拉開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骨皮跟骨框 它就會密合起來 你CPR之後 一樣你用你手指 稍微可以鎖緊的力道 對角鎖緊 當你稍微鎖緊的時候 再CPR一次 可以用力的壓沒有關係 但是 你不要拿東西搓它 好 那鎖緊的方式很簡單 假設我現在 我的 我這個東西叫 這個東西叫鼓手 我的 鼓手 我的鼓手 好 假設說我現在是打這個方向 那我可以一次先轉半圈 也就是180 然後換對角 鎖180 接著 跳一個 螺絲 然後 鎖對角 然後 跳隔壁的螺絲 鎖180 再跳一個螺絲 180 欸 這樣子 你會發現 所有的 所有的Log你都鎖過了 所以這時候 再給它一個CD 可以啊 好 甚至你整個人坐在上面也都沒有關係 因為 虎皮的張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不用怕它會破 你只要不要拿尖銳的物品去刺它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我們先 用裝代油來測試一下 那裝代油要怎麼樣歸零呢 第一個你先把它打開 然後你放在一個 類似像玻璃 好 簡單解釋一下它的原理 就是說 當你的 當你這一根碳棒 它在延伸的時候 它把骨皮頂下去 然後它的距離會告訴你 它的數值是多少 我現在把它放上去了 然後 我就按住這個扣鍵 按住這個扣鍵 好 記得它出現100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我們歸零的動作 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裝代油 它的 骨皮張力要怎麼調整 好 這個張力計要怎麼使用 第一個 我們這一個落地骨 它是16 乘16的 銅度跟銅身 所以我們直接找到16乘16 那因為我們現在 上骨皮是 雙層的 所以我們找到16乘16 雙層的骨皮 它的張力是78到83左右 所以我們先調到78試試看 骨皮張力 因為 你要量測在 離骨框同樣的距離下 每一個都用同樣的距離下去量 才會是準的 所以你必須用 它附給你的這一個 鐵片 夾在它的中間 這個ring的位置 靠著骨框 它就會出現了這個數據 好 所以它的張力目前是75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把它鎖緊 現在是78 現在是78 好,所以現在骨皮的張力就是78 OK 那他的聲音聽起來應該會是一樣的 好 再來 單層骨皮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 是用 一般厚度的骨皮 然後 我們桶度一樣是16x16 所以我們下面調到75 一個 這顆是Tone 2的位置 所以 這一個Logo應該是會朝 前面 好 那Tone 1 但這顆可能就是會朝這一面 所以我們的Log 其實 我們的腳 骨框會鎖在這個位置 距離Mark 往旁邊過來一個位置 接著 骨皮的Logo 可以對著你骨度的Logo 因為它只有六個螺絲 所以我們調整的順序會是 第一顆 第二顆 第三顆 四顆 第五顆 第六顆 所以當你跳完對角 那你就會再跳一個螺絲 就好像在玩跳起一樣 再換對角 然後再跳一顆 然後再對角 所以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然後 小骨更換骨皮的方式 基本上就跟通通是一樣啦 基本上這樣子的調整 如果你有跟著我們前上述的那些步驟 去調整過 基本上它的聲音應該是很平均的 好那我們接著來更換響弦的部分 好的 一般來說我們會先將這個旋鈕放鬆到大概一半左右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響弦的開關 它也不是放到底喔 因為你放到底你有可能一拉 它就到最底 所以我們就放置在一半的位置大概在這裡 現在來講一下這個繩子要怎麼 這個繩子非常簡單 就是穿過兩個 它預留的好不通 但是記得喔 你的想弦 這個地方 它是貼著下面的 注意看 它其實這邊 這個凹槽 是可以連身的 但是這個地方 它會剛好貼在角度上 好 那 有些人喜歡打 交叉之後 然後再 放在上面 好 特別留意一點 因為我們已經裝了 蠻熟的 而且蠻習慣的 所以你注意看 我們的響弦 上 黏繩之後 它剛好會是在中間的位置 所以 當你在裝的時候 也不要 欸我竟然就把繩子就打好了 但是後來發現 欸 好 它可能 那個響弦已經跑到邊邊 所以 剛剛 為什麼要預留 半個 半開的位置 跟鬆到一半呢 因為 你這樣 即使放鬆 或是在轉緊 都會有一個討整的空間 所以 我們現在 欸 假設說我們現在聽起來太便了 就可以放鬆 好 再放鬆 好 所以 我們現在 你可以慢慢去調整 OK 經過了 兩個半小時 我們終於把一竹鼓鼓的 基礎保養 做到一個 可以去 錄影片的階段 當然這不是 就是照這個調整 當然你一開始鼓鼓 你換上去 一定會 容易倒掉的時候 所以 在 整竹鼓setting完之後 我們再做一次 完整的 對 那 不要忘記你的 你的工具也是需要減整的 因為第一個 它也是會消耗 那 你也可以去做擦拭 或者是去保養 因為 不要讓它有卡 灰塵 或是鐵屑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 像你如果有 工具上面 就是不完整 有缺角的狀態 你也需要去做減整 然後太髒了 你也得換掉 或是你的 或是你的布之類的 好 然後 再來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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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把鼓鼓保養 乾淨的 你的環境也需要整理 所以 現在就乾淨 你知道嗎 沒錯 那 就是Pray Channel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